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肖战,我们婚礼见。 余生,请多指教今晚收官。 杨子,肖战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将于今晚在腾讯视频,湖南卫视收官。 该剧根据柏林石匠同名小说改编,以温暖乐观的林芝肖杨子世和成熟内敛的顾位肖战世间双向成长的爱情味主线、浮以亲情、梦想、成长等多重元素展开叙事。 该剧播出以来,热度不俗,各项数据领跑猫眼全网热度,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等权威数据榜。 随着剧情发展,余生夫妇恋情的甜度持续升级,在昨天播出的剧情中, 顾位意识到自己做好了和林之校携手到白头的准备,拉下可乐拉环,单膝贵的求婚。 该剧播出以来,热度不俗,各项数据领跑猫眼全网热度,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等权威数据榜。 随着剧情发展,余生夫妇恋情的甜度持续升级,在昨天播出的剧情中, 顾位意识到自己做好了和林之校携手到白头的准备,拉下可乐拉环,单膝贵的求婚。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都市情感俊余生,请多指教不仅讲述了治愈的爱情, 还有饱满的亲情线,温和克制的直面临终关怀,死亡教育等社会话题。 剧中,林之校得知林父再次确诊癌症,在面对父亲即将离去的噩耗时, 他一开始不愿接受,崩溃大哭,想用尽一切办法挽救父亲生命。 但是,林之校知道已经没有好的办法,并在顾位的提议下参观林中病房后, 逐渐坦然面对现状,下定决心珍惜父亲最后的日子。 今晚,余生夫妇的婚礼即将开始,真诚,平凡又动人的爱情如何走向永远呢? 被围追赌节的余生低开高走,收官大结局,肖战养子甜蜜官宣。 播出刚好半个月的余生,请多指教,也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天迎来了大结局。 无疑,这部剧是三月份讨论度不低的作品,冰火两重天, 毁誉参办已经不足以形容余生所面对的超高要求和审视。 不过好在,成绩能说明一切,从开播不被看好,悬浮,古早,烂俗等标签全部都贴在余生的身上, 演员扛不起卫视的收视大盘,流量更是撑不起一部剧。 在肖战的身上,再次见识到什么叫红黑剧面, 本身是一部大众小甜剧,愣是被推倒到京市名座的位置上, 首播结束就迎来的余生难看,剧情过半又来了余生请多指教 为什么没有报,豆瓣的短评已经被踩踏的乱草丛生, 短视频平台的严重陷流,来自各方的嘲讽, 四面楚歌来形容余生不过分,各方的围追堵截都挡不住真香的剧情。 一路高走的不止有湖南卫视的收视,还有额场的播放, 仅在每晚一时点更新的情况下, 只有一天播放量没有过亿,其他均过亿, 大结局的前篇,单日播放超2.3亿, 目前总播放量已经超过27亿,开播前无预热, 纯空降的余生可谓是低开高走。 至今还是有人说余生离大爆还是有段距离, 但是,笔者想说,如果余生这成绩都不算爆, 那你们是要把国产剧往S里卷, 按照这个标准,往后的形势只会更加严峻, 且行且珍惜。 说回正题上余生因为急速的延长, 刚好卡在3月份的最后一天收官, 这也算是一个完美的ending, 而且大结局还有结婚的名场面, 故为和林之孝婚后的幸福生活, 要说有点悲情的地方, 那就是林傅的离开, 绝对是余生最让人痛心的地方。 林老师的离开很多人会在说余生烂尾, 不知道这是不是看惯了甜宠剧Happy Ending的大结局, 突然面对这样写实的结局有点不适应, 毕竟被爱这种特效要感动, 战胜医学奇迹的剧情, 很显然已经适合当下的观众智商了。 林傅的病情恶化也算是推动了故为和林之孝走进婚姻殿堂的推手, 作为父亲, 想看到女儿找到归宿, 也想听到故为给林之孝的承诺, 剧情设定没毛病。 强行的全员Happy Ending才有点真的烂尾。 不过,也不能怪现在的观众追剧追的真情实感, 要对剧情分析人物反映不合理的地方。 一听说余生有结婚的桥段, 不少小飞侠们开始准备给故为随理, 就连代言的品牌也开始玩梗随理。 余生的官博更是应景做了一个余生夫妇婚礼邀请函, 邀请广大网友共同见证余生夫妇珍贵永恒的人生时刻。 作为主演的杨子和肖战, 用他们本人。 余生夫妇成不期我,端水营业, 依旧挡不住的甜蜜。 记得锁定31号余生大结局, 共同见证故为和林之孝的幸福时刻。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